Christmas Carol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来说 那就是所有的围绕着圣诞主题创作的音乐作品 统称为Christmas Carol 也就是圣诞颂歌 它有两大类 一大类是来自古典的创作的过去的作品 还有一大类是现代的流行音乐作品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非常非常有名 全世界文明的一首经典的作品 这首作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Silent Night 也就是平安夜 Silent Night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还是个学生 那是我在学校里边学的第一首合唱作品 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人是不过圣诞节的 我对这西方的传统文化节节日 我一无所知 我根本就不知道 只是印象当中好像是说 西方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唱的歌曲 我当然就觉得他的和声非常非常的美 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平安夜的圣诞曲目 那就是在维也纳的教堂里 当时我是去那过圣诞节 因为维也纳的同声合唱团特别有名 然后我们就买了票去教堂里 去欣赏这个同声合唱团的演出 当时给我的感受也是就是这首歌再想起的时候 因为教堂里它那种建筑结构特别的空旷 这个音乐想起来给我的那种感受 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安详宁静和美好 这是我第二次接触到 随着你在海外生活不停的每年过圣诞节 这个音乐每年都往我的耳朵里边灌 我就越来越喜欢这首歌 因为它特别的简单 虽然简单但是特别的好听 而且你非常容易的学会 说到这首音乐作品的发源地 我开始以为是德国因为它的原版的歌词是德文的 后来我才知道哦是在奥地利 奥地利出了很多的很有名的大音乐家 最大名鼎鼎的就是那位Wolfgang Armodeus Mozart 莫扎特 平安夜这首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 话说是在1818年的冬季 在奥地利乡下有个小镇叫Obandolf 那里有个神父他叫Yusuf Maw 在圣诞节来临的冬季的一个傍晚 他站在自家的窗前 听着静静的河水 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看着漫天飘下的雪花 这个时候 他面对着奥地利乡下中宁静祥和的冬季夜晚的景色 有感而发 他按照摇篮曲的风格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平安夜这首音乐作品的歌词 等神父写好了这首诗 没过两天就到了12月24号 也就到了圣诞节的平安夜 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在平安夜这一天 每个教堂里都有隆重的庆祝仪式 在欧本堂这个小教堂也是如此 可是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教堂里面的管风琴不出声了 坏了 这可怎么办呀 把神父可以给挤坏了 没有音乐 那怎么庆祝啊 这个时候突然这个神父灵机一动 想到了他们小镇上有一个校长 France Gruber 他会弹键盘也会弹急的 他就找到校团说 你赶快救急啊 我这有现成的歌词 你就照这歌词给我们现场创作一首曲子呗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小学校长绝对给了灵机一动 灵感马上崩发 现场创作了这首著名的平安夜的旋律 那有了神父现成的歌词 加上Gruber 现场创作的旋律 吉他伴奏 加上唱诗般的合作 这样大名鼎鼎的平安夜 也就是Silent Night 就这么在欧奔多夫的小教堂里面诞生了 但是欧奔多夫他毕竟是奥地利乡下的一个小教堂 他怎么流传出去呢 据说是后来被一个德国的音乐家听到 带回到了德国 介绍给了德国的皇帝 得到了德国皇帝的欣赏 然后就广泛的推荐流传到至今 至今为止Silent Night 也就是平安夜这首圣诞曲目 广为流传 已经有超过45种的语言进行了翻唱 不管你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在那个角落里有圣诞节的庆祝活动 你就一定会听到这首圣诞节的平安夜Silent Night 这首著名的圣诞送歌 I am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平安夜这首音乐作品特别适合在寂静的夜晚去听去演唱 尽管我不是基督徒而且我是一个华人 可是我毕竟是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生活在海外多多少少你都应该是入乡随俗吧 像圣诞节一样你既然生活在海外 就应该像吃牛排吃羊排吃西餐吃糕点那么的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他们传统的这个文化的庆祝活动当中去 本身加拿大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里很多的文化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我们每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都愉快轻松的在这里生活着 所以该庆祝圣诞节照样得庆祝圣诞节该吃火鸡就吃火鸡 该装扮圣诞树就装扮圣诞树吧 在这里提前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好了感谢你的收看下期视频我们再见